好,接下來要怎麼使用這個UV的檔案呢? 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把它存成SnackShop 到Polygons 底下去 UV SnackShop 點一下 它會存在你資料夾的Images 裡面 記得改成2048 讓它的畫素高一點 這邊要記得選TIFF檔 Taga也可以 讓我用TIFF檔看看 好,其他就OK了 存過去 打開你的Photoshop 開啟舊檔 找到你的資料夾 Brian裡面的Image 在這裡 Out UV 開來 就有黑色的線 它 它有沒有 有Alpha OK 你可以新增一個圖層 拉拉拉的下方 因為它跟黑色的是 有在一起嗎? 等一下 欸? 還在 嗯? 嗯? 這樣會看不到 好 這邊就 恢復吧 OK,把顏色上在這裡 那如果你有Wacom的時候 拿出來用 什麼是Wacom呢 還是數位版 好 假設我要上個膚色 蛤? 還挖上了 有什麼反應 把它起來 然後 再下去 第一線 咦? 有了 好 點筆刷 選擇你的膚色之後呢 看你要什麼 紅黃綠 不變黏 那我塗在那個 手這邊好了 咦? 只會沒有呢 怎麼辦 加急 到 黑黑這一層 去改成 螺光 這樣它就透過去了 咦? 樓光應該可以吧 熟光的話 不行 強光的話也不行 那覆蓋呢 覆蓋有點像重疊的樣子 覆蓋跟樓光 都會喜歡樓光 好 Ctrl加號放大一點 按空白鍵移過來 那 你畫住地外沒關係 但是不要畫多了 好 這個 呦 太高了 螺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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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サZC 要更接近原來細的 這是原來 didn't やぶん 就是原來的蠟 它現在一個在醬 不蓋 不行 柔光 時光 所以還是柔光最接近嗎 OK 不做成了 要在這一層 不錯 現在被我轉到黑色 所以用Auto 點一下這個Color 調回來 Auto 點這個Color 調回來 你也可以上英語 如果你要的話 先暫時關掉 塗完之後再接回來 現在先把有皮膚的地方上了膚色 另外還加一點陰影 那我想要加個紅陰影的話 我可以多一個Layer 多一個圖層 先把他上在這邊 先點個圓形吧 老鼠怪怪 好 來 找個紅色吧 這樣子 好 Auto Delete 上上去 Ctrl D Auto 複製到另外一邊 好 這兩個圖層 用Shift 加選做Ctrl E 合在一起 然後到濾鏡去 把它給高絲模糊一下 模糊一下 這個也很死的眼 有點紅音 這樣感覺 不要太紅 確定 好 確定 OK 好 我現在要先回存一下 然後不要塗層和Alpha OK 把它關掉 好 並存清擋 把它改成1 好了 然後不要Alpha也不要塗層 OK 存檔 嗯 但是不管這個 確定 回到Maya去 把模型 跟主黨貼上去看看吧 好 點它的Skin 到Attribute去找到它的Ring材質 哇 這麼多東西 這個材質在哪裡 欸 是這個嗎 喔 已經在 Blame 材質 然後到Color去呢 點Color1 Got Fire 找到我們剛剛的那張圖檔 Image 第一個 喔 Open 打開材質貼圖 可以嗎 嗯 是哪裡出錯的嗎 嗯 沒錯啊 材質 檢查一下 檢查 Color Color 很清楚啊 Rio 這樣可以嗎 把它改Off 好 哇 不錯啊 是這個圖啊 現在的結果是長這樣 好 好 好 剛才 顏色沒上上去 所以呢 決定你再給它一個Bling 點了之後呢 選Bling 好 到這邊的Bling1 Color Color 找到 Fire 再回去 Image 找到 UV1 Open 就上上去 就上上去 呃 呃 呃 好的 好的 再回去 這邊 繼續畫 喔 頭髮要 換成顏色 比較好 那這個紅音 OK的話 可以跟下面的圖層 Shift Ctrl 1 合起來 OK 然後你新增個圖層去畫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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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MEME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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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再存一遍吧 記得上面這一層關掉 不然待會會黑黑的 另存 還是這一個 這兩個關掉 存檔 確定 確定 來 點這個模型 找到他的 Bling 來找 Bling 嘿 太難找了吧 打開 Peperset 清楚一下 清楚清楚 好 叫出來 叫出來 是這一顆嗎 Bling Reload YES 上去了 有一個 不太好的地方 藍色的 還是搞成黑色的好了 還是搞成黑色的好了 對 對